参赛选手奋力的向终点冲刺 最后台湾女将邓宇文 成功摘下牙锦赛公开水域手面金牌 站在台上开心的接受表扬 她是暖暖高中的台湾女将邓宇文 参加物质别克公开水域锦标赛10公里 最后以2小时7分27秒摘金 借用市长李又昌亲自接见勉励 刘市长来代表要送给你 谢谢你为基隆为台湾争光 然后这个表我相信以后你在 在游泳在比赛的时候 我相信会对你会更有一些帮助 就希望以后体育这条路 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手 就是可以为国争光 然后希望我的这块金牌可以带给更多的人 勇气或是就是高分 对就是可以就是当他们的榜样 邓宇文亲自分享参赛经历 还回赠金牌站的勇帽给市长 包括父亲教练立伟蔡世音 市议员陈怡都亲自到场见证 我觉得这是基隆之光也是台湾之光 那宇文其实非常的优秀 在之前全中医的时候 他就为基隆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奖牌 那这一次在吴兹别克的这一个 开放水域的一个竞赛 我想更是不容易 那刚刚他也分享了在这个竞赛过程里面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就是运动员除了平常的训练之外 更重要的是那个精神力 那个精神力可以支撑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极限 然后超越自我 然后最后去勇夺这个金牌 所以除了佩服他在游泳上面的一个训练 不管是他的技巧还是他的体能 其实我更佩服的是宇文 他坚忍不拔的一个精神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运动员最宝贵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想未来他在这个选手 或者在体育运动的这个路程上面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这个人生的一个生涯上面 我相信一定会碰到更多更多的一个贵人 继续的来支持他 让他达成更高的一个目标 谢谢市长跟其他长官一路走来的支持 然后相信他们也会继续支持我们体育我们游泳 非常肯定宇文的是我们这一次全运会的比赛 基隆得到的三片金牌都是宇文的 都是宇文拿下来的 所以非常的了不起 那我相信说这是基隆之光 那基隆在这个部分应该要在海洋运动 尤其在游泳这个领域 我们要多多的培植以宇文为榜样 多多培植后续的优秀选手 我相信对于基隆的城市发展过程当中 这也是基隆的一个特色 那我想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宇文 我还是非常的恭喜他 市长在这几年呢是投入了相当多 比如说像我们的全运会的奖金 也从我当时当选手的时候12万 也调高了到30万 那其实呢 陈宇在议会呢 也会发掘更多体育优秀的人才 然后跟教育处一起呢 然后报给我们市长知道 让一些资源能进来到我们 各位选手的身上 邓宇文毕业于暖暖高中 国高中时期就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拿下了12面金牌夹击 在2021年全运会 邓宇文再批基隆战袍 总计拿下了三金一桶 让全运会的成绩再创新高 记者黄昭明 金龙报导